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尚庆 大家看到我這個眼鏡呢 還有這個圍巾呢 就知道來跟各位說聲 聖誕快樂 雖然已經過了 還有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在明年2018年新的一年 都能事事如意 那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我年初訂了要做100支影片的目標 但是呢 很遺憾的並沒有做到 最後的結果是 Photoshop做了4支新功能 7支活用技巧 Yatrader做了11支基本技巧 還有6支活用技巧 另外還做了一個Mobile Spark App 它是專門做聖誕卡片 新年卡片 電子賀卡專用的一個小工具 那麼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呢 我的頻道訂閱人數是3174人 那到今天12月16號錄影這一天 是8734人 這是一個蠻大的成長 當然相對於其他的YouTube頻道來講 這個成長為不足道 非常謝謝大家給我的証定 那我很希望大家如果對我的影片有什麼意見 我需要改進的部分 甚至我講不對的地方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告訴我 那我希望在2018年能夠製作更多優秀的影片 有用的影片提供給你們 好那我們接下來從耶誕模式切換到正常模式 哈囉我回來了 那接下來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在2018年你希望看到什麼樣的影片 第一個是用Ellustrator來做基本設計 在今年有好多朋友在問 怎麼樣來做一個設計師 那麼要學習哪些技巧 那用Ellustrator來學最基本的Graphic Design 是一個蠻適合的開始 第二個是用Ellustrator來做圖案設計 連續性的圖案或不連續的圖案 在Ellustrator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在CS6之後加入了這個圖案製作器之後 你可以製作大量的圖案用在包裝紙 用在壁畫 用在像是一些服裝或者是織品設計上 第三個怎麼樣成為一個設計師 今年也有好幾個朋友在問 甚至有一位在馬來西亞的朋友也寫mail給我 來問他不是本科系出身 我也不是 那怎麼樣學到設計的技能 去在廣告公司或是設計公司上班呢 那我可以用我一個自己非科班出身的經驗 來跟各位分享 最後一個 如何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我原來在大學讀的是新聞系 那從文化新聞到Adobe 這中間經過了20年 換過了7、8個工作 現在有很多人 尤其是學生 畢業之後想要找到喜歡的工作 可能會有很多的問題 那我可以在這邊分享一點個人的意見 好 所以這四個題目 你喜歡哪一個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哦 那麼我們在新的一年 就會盡量製作更有用 對你可以有幫助的影片給大家 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拜拜